就是进入下半场主要是谈谈 就是鉴于这种中国的多势之秋 习近平统治可以说现在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 从二十大开始到现在 那么中国的政局极其动荡 那么首先呢 他的这个六个小矮人里头 包括这个最重要的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都纷纷的这个出事下台 那么现在呢这个前总理李克强也突然猝死 那么这就进一步的就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这种现状呢 实际上呢是就是深刻的感受到 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政局的不稳 我相信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呢 他们也应该有深刻的感受 那么现在中国社会完全是一个高压锅 完全是一种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存在 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一种很激情的社会 那么在此呢我也特别想谈到 就是最近我看网上经常讲的比较多的 就是基洛夫事件 大家可能知道在苏联 在斯大林统治初期 1945年12月 列宁格勒的这个党委书记基洛夫被刺 那么由此呢就是带来了苏联 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一个大清洗 那么这个呢 基洛夫事件它本身有一个很特殊的 这个地方就是基洛夫 他是从苏联成立那一天起 那么当时在苏共的这种大论战也好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基洛夫始终都是 斯大林的坚持的拥护者 很鲜明的拥护斯大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他的这种声望很高 他在一些重大的国内的一些问题的处理上 他比斯大林更受这个国民的这个尊敬 所以他都他甚至他的威望 有可能会高过斯大林 那么党内当时有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投票调查 那么基洛夫的票高于斯大林 所以虽然他很拥护斯大林 他也就是斯大林的铁杆 但是事实后势的证明 那么基洛夫是被斯大林给这个谋杀的 那么现在在中国呢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尤其是这个 现在呢 不光是说海外的华人 那么在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很多体制内的人 其实也都在躺平 那么我现在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前几年 相当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人 他们是感动不敢言 但是最新的变化 就是体制内的人 就现在某种程度 他们现在敢言 所以我想呢 这种情况 因为尤其是现在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 所谓的官僚技术团队 治国理政的团队 他们基本上这种级别比较高的 这种省级 或者是省级以上的干部 包括厅级干部 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 而这个时候 中国正是朝气彭博向上改革开放的时代 所以就像这个鲁南兄 像这个冯老师 那个时代中国 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 基本上 大家都是想着怎么样 更好的治理国家改革开放 所以这些长大 成长起来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官僚 他们 他们的基础是 愿意改革开放 他们不会 他们不愿意走苏联的道路 所以我想了 这是一个 就是习近平 他现在是一人统治 那么他和他的官僚团队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完全是 不能说对立 但他是不默契的 这是第一 第二我想呢 那么这一次呢 像 李克强之死 不论他是 怎么样一种结果 我相信就是 现在呼吁他进行调查也好 成立什么委员会也好 第一中共不会 第二 几乎这样做了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塔西托现象 就是习近平你做什么 都不会有人相信 那么这个事情 我相信也会极大的影响 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些干部 就是这么样的容忍 这么样的百般的 就是跟这个两院之争的时候 那么像李克强这样的乡人卫国 但是仍然不得善终 这对他们体制内的人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所以我想呢 下一步中国的走势会 是一种什么情况 很想听听各位的观点 房老师 有请 每个人五分钟 好吗 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 谢谢 好的 很简单 就讲 就不精神论证 就讲一些结论性的 就是 大家如果以前读过我的文章 或者听过我的这个视频的话 会知道 因为我那个基本收入 就是中共 是一个外来政权 它是一个共产主义 被从苏联走势过来的 就是走 它应该 从大方向 大概率应该是跟苏联 那些共产政权一样 就是从集权到后集权 然后到这个民主转型 这个大方向 是应该是一个既定的路径 是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 集权伏弊 是说隐缓的这个过程 我没有 我从来没把它当成加速师 就是它是一个隐缓的这个过程 本来这个 一二一三年 就应该 哪怕是像火星韬一样 这个就不折腾 中国会自然的转过去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被习近平 已经延花了十几年 现在就刚才 按那所讲的 又到了这个风雨飘摇 雄出末路 而且是刚才讲的 你们所在的美国 也改变一个大方针 就是从2017 18年 还是一个战略大转变 以前是说要维护一个中国 稳定的中国 比一个动荡的中国 更符合美国利益 那现在已经改变那个定位 就不再把中国当成这个 中共政权 当成这个战略伙伴 而是这个竞争对手 或者竞争敌手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义务 再去这个维稳 帮中国这个维持治安 所以他们这个国际的大形势 也就是邓泽民所讲的 国际大气候已经形成 那么国内的这个小气候 就是刚才讲的 李克强知识 哪怕如何这样窝囊 这样不堪 那么这个是在河飞 在全国那些人 那么多人 刚才郭平昌也讲到 那么多人怀着不同的动机 都来悼念 这里反映的一个共同点 一个名气 就是使更多人 就借着这个机会双口 来表示对习近平的不满 就是一个一个 拿死人的压活人 所以这个名气也在 而问题是在于 这个历史是在认为 我们就是我们 想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 这时候应该做什么 刚才这个 这个靳平兄所讲到 这个东西是不那么 漏官去讲到这个 血气的问题 但是我 现在我是感觉到 不那么舒服的 就是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 大学生 最有 以前几世中的 校园里面起来 这个大学生 没有像 靳平兄所讲的 那种血气 而这个原来在社会上 围传之累起来的 这个公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 被习近平这十几年 斩少俗根式的 这个摧残 现在他们的 疫情领袖 政治领袖 和他们的这个组织架构 已经被摧残待见 就是我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 条件已经具备 和是这个民间的抗议 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化 有高度的组织架构 无法形成对共产党 真正有效的这个挑战 也就是我们所接待的 从民变到兵变到政变 然后整体制度转型 这是我们 面临这种的情况底下 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 来说服中国这些人 要从心组织化 一定要有这个组织架构 要不是无法跟这个 集团体制有效的抗衡 或者有效的改变 中国的这个整个框架 制度框架 好 谢谢 谢谢冯老师 胡斌老师 有请 我再补充一点呢 这几天也有很多人谈到 刚才建平已经讲到 从习近平的角度 当然有这种 做这种案的动机 那回想早年毛泽东的时候 你看他就一愣让 这个周恩来和朱德 都死在他前头 而当时呢 其实对这两个人的死 当时邓颖超 当时的朱德的家手 都是有很大的疑惑 怀疑的 不过那他们都不敢说 都多少年之后 才把他们当时 对这件事有深度的怀疑 才把他谈出来 那可见 所以当然现在你要 就像你要指望着 这个李克强的太太 在这件事情上 那个敢说话 恐怕这都很难 而且这个当局 无论说他都不会采纳 像顾安明提出 这么一些要求 到头上也可以想象 过两天就会开一个 这个遗体告别室 都说了嘛 要按照李鹏那个规格 习近平当然会出席 也许会让什么 李强啊 这些出来做个 指个道词 那得让别人指道词 因为这个道词 中间一定要加进 他怎么样 这个李克强怎么样 几个维护 怎么样这个 维护习近平的领导 一定要加进这个字样 在里头 所以这话就不能让一个 习近平自己来说 他就叫别人来说 那么下面 中共当局会走 什么这个基本上 都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呢 他无论如何 他没法 这个 制止人们 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 追问 以及对这件事情上的 这个 重大 疑点的 这种 进一步的怀疑 所以我想他对 这个 这个不要说 对普通的民众 尤其是对 党的这些高级官员 包括这个退休的 这些官员 对他们的 思想应该说 是有 是有很大的一个震撼的 现在的问题 当然就是我们 未来中国会 怎么样发展 包括这次 悼念李克强的 这个活动 还有没有可能 进一步的升级 进一步的蔓延 这当然要去 也 也这个 也和一些很 特殊的原因 甚至一些偶然的原因的 差异 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四五运动 要是没有四五这一天 没有这么一个节日在那 他整个 盗奠周恩来的活动 那他 他就消失了 然后给后人的感觉 那个活动就好像 就纯粹是在盗奠周恩来 他的反叛 就无从体现 人们就感觉不到了 因为他的 所有那些 在四五运动中 那些最有力的话 都是在四五 所有盗奠周恩来 这场运动中 那些最有力 分量的话语 都是在四五这天 出现的 在一月八号 以及其后那几天 都没有出现 所以他 到四五这天 才达到高潮的 那你现在 你也可以想要 如果中国 未来哪一天 有什么新的事件 有什么新的 特殊的事情 作为一个导火线 那可能是这个运动 进一步的 这个升级 如果缺少这么一个 导火线的话呢 那恐怕 这个活动 导尿活动 升级的可能就不太大 因为这里 当然也就涉及到 我们我们是得研究啊 你这个群众运动的 发声学 它在什么样情况下 它会发声 什么样情况下 它就不会发声 这不是一般的什么 有压迫就有反抗 压迫愈深 反抗愈裂 我们知道这个话是 当然有它的道理 当然它很不完整 还需要很多很多 其他的一些因素 尤其是在你一个国家 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没有结社自由 没有机会自由 有这些自由的时候 那很容易啊 谁要举行什么活动 他就公开的发号召啊 而且他一定会有 他自己的组织啊 那么这个 这个做起来就非常容易 而在一个没有这些 如此等等的 这个社会里头 那他就要靠一些 一些契机 靠一些特殊的事件 所以我们 包括这次李克强 这个去世这个事件 他之所以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那就说明 人们确实 并不 绝不仅仅是为了 一个李克强 绝不仅仅是为了 他这一件事 这里有很深厚的一个 一个背景 当然这个当然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下面会怎么样的发展 当然他在上层中 引起的这个 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我想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总之今天的中国呢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还缺少这个 一个因素的 在中间起一个突破的作用 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值得 值得我们去思考 值得我们去研究 因为有时候呢 有一些条件 一些契机 是要靠人创造出来的 当然他有时候 他会自然的会发生 但是他有时候 是需要人们去创造出来的 总之在这方面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去 可以去想 可以去做 我就先讲这些 谢谢 谢谢 这个谢谢 鲁大修 谈谈您的看法 就是这个事情 对中国 以及对体制内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很大 因为这个结果是 大家都基本上是 可以预料到的 就是因为像那个 体制内的这个人的话 从这个薄熙来的情况 从这个孙政才的情况 从周永康 徐才后 这个习主席上台了以后 不管三七二之一 这些人过去通通拿下 包括过去这个中央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几乎除了习主席本人 其他的通通都打下了 这有什么 拿下一个人对习主席来说 眼睛眨子不太眨子 所以体制内的人 其实很多年 不是最近几年 十年以前 他们都已经都躺倒了 就是你这个 反正我是就是 死活不做事 因为我不做事 我就没有 这个不求有功 但求不过 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要利用我这个 这个手中的权力 给自己带来好处 没有好处事不干 所以现在的官僚 都是这么一帮人 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反腐在进行的过程里边 是有一个叫前腐后继 前面人腐是腐败的腐 就前腐后继 前面人被反腐了 后边人继续的去腐败 这个是他们都非常了解 下场是什么也清楚 所以对于现在体制内的人来说 维护他们自己的最大的利益的 唯一的一个做的事 是尽可能的向习主席表忠心 绝对不忠诚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现在的人都变得绝对忠诚了 只要忠诚习主席 什么都可以干 什么都没事 哪怕你在办公室里边 忘了关了那个麦克风 直接黄色的APR 就播出去 都没有事 只要你重习习主席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关于像李克强 那么这种情况 实际上我不太同意 就说李克强 他好像就背叛了 自己的这个思想原则 背叛了过去的那种 自由民主的意志 完了在这个位置上 怎么样这个 就说狠窝囊 很背叛了自己的 这个应该尽的职责吧 因为我觉得李克强 跟我们是同时代的 就是那种自由民主的思想 那种价值观 在他身上还是有的 但是我们如果设身触地的 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当你做这个 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就是你进到这个位置上 实际上 他是根据这个党内的 当时就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共识 就是所谓的红二代和团派 隔代引传的这么一个规律 传下来 到他这儿 他只可能做总理 没有他做主书记的一说 因为这是这个提前 就已经安排好了 那么到了习近平做了两届 下台之后 应该换的是团派的上台 那很有可能就是 孙政才呀 或者是胡春华 所以为什么把孙政才给打掉 就跟这个就有关系 就断了你的根 根本不要想 打掉孙政才的时候 就意味着习主席还要继续再做下去 就是把这个隔代引传的这个路子 已经全部都断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李克强 他在看到许才后啊 周永康也好 薄熙来前面这些前车之间的时候 他在这个位置只能是战战兢兢 他刚刚上台的时候 他还有希望 就是想这个什么 对进行改革开放啊 经济继续放开啊 缩小这个政府的权力 然后老的一套这些东西 他还想继续继续做下去 但实际上习主席 自己建了几十个领导小组 大家都知道吧 习主席最爱做领导小组的组长 几十个排都排不下来 就在一个板面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权都已经被习主席 抓在手里的时候 李克强只能是无所作为 但是李克强 我觉得他还是 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还在那里 他没有像什么李鸿忠啊 蔡奇啊等等这些人 那么很恶心的去 去跪前 这点我觉得李克强 还是基本上能够保持了一点的 这个颜面在这里 给我们这些人也保持了一点颜面 那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他还是表现出了 他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格 要留下清白在人间 或者说他叫我独善其身 比如说在这个习主席 兴高采烈的宣布中国进入小康社会 全面脱贫的时候 他就来说这个中国还有六亿人 收入不到一千块 这个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我觉得就是把我放在那个位置 我就会保我的个人利益 我不会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些独裁者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你 什么样的手段就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他要的不是仅仅是你的命 连你的家属 你的家人 你的女儿 甚至你的九族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我们这些人很多人都应该是有所体会的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不能说李克强没有说过一些 就是凭良心的说的话 而且在三年的疫情期间 国办系统发了很多的文件 与所谓的动态清零不动摇 与封城各地的封城封门封春封路事件 也是做了一些切割的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李克强应该说 他还是尽可能的表现出来一点 我这个跟这个习政权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想这也可能是导致他的死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简短的说 我对所谓李克强之死 在引起这个大的这个社会变革 这种肯定我觉得完全没有 第一个 我再明确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说李克强被广泛地认为非正常死亡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对体制内的人有没有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影响 因为体制内的人都知道这是必然 谁都不会怀疑他是怎么死的 就是被做掉的 就是不能让你威胁到这个存在 这有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上次我们我想就大家应该很清楚 秦刚拿掉了 跟你说了吗 没告诉你原因 拿掉就拿掉 到现在你知道拿掉什么原因吗 李尚福被拿掉 有什么原因吗 有现在告诉你吗 不需要告诉你根本就不需要你因为你威胁到习主席的这种存在了 就把你拿掉了 只有这一个原因 包括东航那架飞机已经掉下了一年多了 黑盒子也拿到美国来检验过了 回头告诉你这里边的原因了吗 给你公布这个里边的录音什么这些 这个掉下来真正原因了吗 没有 不需要告诉你 告诉你就会威胁到习主席执政的合法性 所以就不需要告诉你 所以体制内的人早就明白 从拿下国习来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明白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大家还可以政治协商 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 他还隐忍了这么多年 他就寄希望于在他这两届做过去了以后 下一届有可能换动团派上台 还有可能有重新改革的空间 但是现在没有了 这第一个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体制内的人不会有 那么我们社会上这些人会不会有 在精神层面也没有了 现在中国的人的精神已经被阉割了 没有80年代那种改革开放 或者朝气蓬勃的那个时代了 思想在完全要开放 要向前进 没有 现在都是躺平 就是内卷 就是刷一刷抖音 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是第一个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 另外一个从物质条件上来说 现在中国利用网络系统 利用微信 利用所有的这种传播媒介 利用手机 我可以说每一个华为手机 每一个小米手机 它都有监控系统 昨天有人从中国到美国来 告诉他的小米手机 根本就不能上Google 不能上YouTube 不能上推特 什么都不能看 从中国到美国来还不能看 你想想为什么 因为每一辆 每一个中国生产的手机 都是一个监控你的 控制你思想的一个工具 这些工具散落在中国有多少 千千万万 你数不清 几乎是人手一个 所有的摄像头有多少 所以任何你有一个 一点动静 共产党比你还先知道 你又可能会成功吗 我们知道像微信 多少人在用 几乎中国人都在用 不管你去支付也好 不管你聊天 不管你打电话 你都不用 我们不要忘记 李文亮在他的这个 朋友圈里面 就是他那个群里面 跟几个人的群里面 说了几句话 就被公安抓去训诫 为什么 因为他在控制了 你的思想 你的意见意见 老大哥在看着 你的所有的行动 你就不要想 在技术层面上 物质层面上 所以我认为 无论从物质层面上 无论从精神层面上 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波澜起来 这就是我看 谢谢 谢谢 讲得很精彩 很到位 最后我们有请 这个赖建平律师 有请 我补充几个观点 第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 有两个概念 评价李克强和利用李克强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评价李克强是对他的政绩 他的政治遗产 进行价值判断 这个必须是理性的 那么利用李克强 那就是跟中共 做舆论斗争 现在共产党是用死人 来 这个 用死人来 怎么说呢 就是 为活人增加合法性 用死人来 你看李克强 这么一个总理 他也是这样 四个维护的 也是这个 这个绝对忠于 这个习主席的 所以你们别的人 你们就 根本不可以 有二心了 位高权重的二号人物 人家 都这么乖乖的听话 那普罗大众 一般的官僚 你还想怎么地呢 所以呢 他是要 用这个 死人 来 这个 替他 涂子 磨粉 但是呢 反对派 或者叫民间 你有可能做的是 把自己当一个主体 你在这个动态 博弈的过程里边 你不是完全被动的 你可以 针锋相对 用死人 压活人 那么如果说 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做到一定的规模 或者有一定的手段 那么产生某种蝴蝶效应 或者说 刚才跟胡老师讲的 因言际遇 在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产生了某种 这个群体的这个运动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 是取决中共的 他这个控制打压的力度 但另一方面呢 也取决于 反对派 能有什么样的新手段 这是一个利用 这个李克强和评价 李克强的这么一个关系问题 那么再补充一点呢 就是说 在所谓对未来政局的影响方面 我觉得呢 体制内的人呢 除了刚才讲到的一些思想冲击以外 想要让他们主动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不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是没太可能 因为经过逆淘汰上来的 或者留下来的这些人 各个都得民责保身 要这个躺平 要这个为自己的利益 是故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不可能 如果真要 还有任何的潜在的 所谓的意见 或者说 不安分的 那只有在民间先动起来了 如果假如今天又有成百万上千万人上街 这个时候可能站出一个人来说 哎呀 那么咱们是要倾听群众的呼声 我们要改良 我们要改革 我们不能再坦克上街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站出来 他来 这个这个接过这个所谓的果实 和成为一个反对派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把这个县城统治秩序打破 如果没有民间先动 你们老百姓 你支持谁 你反对谁 你们会怎么办 你们有多少能力 多少这个 这个能力 多少财力物力 你们可以做什么 你们想做什么 你们没有动起来 体制内是绝对不可能先动的 只有在体制内 体制外动起来 体制内的人才有可能减风使舵 才有可能 这个投机 如果没有社会的本身的启动 体制内是没有可能有任何的反应 最后一个我还想再强调一点 我个人认为李克强 作为一个总理 二号人物 他评价他的最大的标准 应该是促进中国宪政民族转型 或者防止集权专制的这个复辟 在这两个方面 李克强究竟你做了什么 或者没做什么 至于说他关注了一点民生经济 民生和经济是派生问题 这个宪政民主是方向道路 终极目标的问题 是政治问题 经济民生技术问题 那么是派生的是制药的 第十一地的经济或者叫民生问题 他从根本上是取决于政治 取决于体制 根本的政治制度 所以呢 评价李克强 我们不能用那种对普通人的要求 要看他在这个中国整个的国家民族 这个未来的走向方针政策 大是大非问题上 在习近平的倒行 你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到底有多少作用 是正作用还是副作用 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 那么如果 他我按照我现在个人的评价来看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李克强是一个千古罪人 所以呢前两天我还发了一篇小文章 我认定呢 这个李克强呢 是一个罪人 我觉得他 没在促进现在民主转向 没有任何功劳 但是在放任放纵 姑息这个习特勒成就今天的这个疯狂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他是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因为如果他要没责任 前中国任何来都没责任了 好 谢谢 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 这个赖建平先生讲的也很精彩 他的观点也是非常独到 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国之春 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呢 也很醒目 叫这个李克强是千古罪人 是吧 然后我们光传媒呢 也予以转发 然后呢 这个有很多这个听众吧 也很多观众呢 也对这个有一些看法 但是呢 这个我想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也推荐大家看看这篇文章 他有独特的角度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奉献 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这个也很 这个 每个人的观点都很到位 都很独特 也很鲜明 谢谢各位 再次感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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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安娜 谢谢冯老师 谢谢安娜 赶快去上班 谢谢 谢谢 哎呀 辛苦辛苦 逢成为辛苦 好 关于这个 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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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